歡迎收看PTV頻道 我是您的特派記者啦啦 今天很高興訪問到唐居的林總 林總你好 你好你好 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貴公司嗎 我們公司的創業團隊 從1978年開始 就從事原統編織機械的製造 而且也實地有示範工廠做塑膠編織帶的產品 那目前我們公司的產品涵蓋四大塊 其中第一就是說主力產品是塑膠編織帶一系列的機械製造 第二項是高分子複合材料跟高濃縮牡蠣 這是今年才成立的一個單位 那第三項產品是塑膠管 產品的種類涵蓋ABS、PVC、HDPE 就塑膠管材還有它的配件 還有第四項也是主力產品 就是塑膠編織帶跟複合水泥帶的製作 那這次帶來越南展的這台機台 您可以做一下介紹嗎 這機台也是本公司的主力產品之一 它的型號叫WM-100型 我們簡稱叫小六說 這個機台的特色具備有高速、低噪音、省電、耐用耐操 尤其它適合於做低丹尼的機種特低的編織物 所以它具備有高產量、低成品的特色 這是公司的主力產品 好的 那這次來到越南展 您覺得這整個越南展的市場 您有什麼看法呢 就我比較熟悉的塑編機械的市場來講 越南因為它起步比較慢 那早期幾乎是用台灣的二手的設備 後來有慢慢營運 經營效益出來以後 慢慢的有增加一些四說的新的設備 然後最近幾年也很 就最近幾年也引進了相當多的小六說的設備 但是這個小六說的設備之中 引進的品牌質量比較龐雜 所以也構成目前的業者相當的一個困惑 好的 那我想問一下林總 對於我們台灣具備有什麼樣的優勢呢 像我們公司來講 在這一塊的經營比較深 比較廣 那尤其在水邊機械這個部分 我個人認為在越南還有一個很大的市場在 因為它業者對這個設備的選用 可能一方面是供應的供應者 他們質量真是不齊 那業者的經驗也可能稍微欠缺 所以反而我認為這是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機會 最後我想問一下林總 對於我們普拉瑞斯 像這樣子一個採訪的服務 覺得怎麼樣呢 我們認為你們的服務很周到 林總您對於越南市場的看法 還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嗎 建立越南將局部取代大陸世界工廠的一個位階 我認為它將會帶動塑編機械大量的需求 那我們公司為了對客戶做比較深入的一個服務 已經在平洋省 越南平洋省大登工業區 設立一個示範工廠 我想我們公司將 搭著品牌還有質量的優勢 還有實體示範工廠的運作 都究竟對客戶做更深入的服務 我們公司具有極大的信心 在很短的未來將成為越南 主力的一個塑膠品 將成為越南塑膠編織設備的主流供應商 好 那非常謝謝林總 這是我們的訪問 期待您在越南有很好的發展 謝謝您 謝謝 我們到處當國資金 我們臣開拍點 我們有什麼時候 campa圖 vital 我們在其他的 isas 指我們的 迪電